今天的最新消息 瑞典海洋警卫队呢 说发现了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第四处泄漏点 那江一老师 如果随着这个排查的不断深入 未来会不会发现更多的泄漏点 另外呢 这个海水一旦在这个管道内出现倒灌的情况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应该说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排除 进一步的发现新的这个泄漏点的可能性 因为现在到底这个管道遭到了什么样的破坏 破坏程度是如何的 实际上一线的这个专业团队 并没有真正到这个管道的这个附近去看 到海底去进行实地的勘测 很多的都是通过瑞典丹麦的 这些远距离的这个观察 那现在的很多情况可能都还是推测 这是第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大家能知道的是开始发生了泄漏 但是泄漏点到底有多少泄漏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并不太清楚 第二一个呢 现在的是不是管海水倒灌的问题 很大的程度上可能要取决于现在天然气 到底在向外泄漏了有多少 因为大家知道在海底的这个天然气管道 可能在大气层的这个天然气管道 露天这个管道还不太一样 因为它在海底还有一个水压的问题 对 那么这可能跟大气的这种泄漏的不管是它的速度 还是这个量可能都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管是北溪一还是北溪二 目前管道中的天然气向外泄漏的这个量有多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水多长时间才能够渗入到这个管道中间去 因为你刚才讲的一个倒灌 这个倒灌的这个词呢 实际上我理解呢 应该是管道受损面比较大 才会出现一个倒灌 如果只是几个比较小的裂缝 可能更多的是肾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说这种情况是多多少少是会出现 只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时间的问题 如果海水无论是肾还是倒灌进了这个管道内部 会不会对它产生这样的腐蚀 让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不能再使用 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标准 应该说不至于迅速的会造成这个严重的一个腐蚀 因为大家知道管道本身就埋在这个水下 它自然它是经过了这方面的 这个经对这个海水腐蚀的这方面处理的 那么同时呢 管道壁本身也是比较厚 也不是说马上这种腐蚀就导致这个整个管道 立刻的就被废掉 但是这里取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什么时候去进行维修 进不进行维修 能不能够及时有效的把这种损口 马上弥补上来 这一点是决定了 未来这个管道在多大程度上会被 会受到这个长期影响 好 其实呢 对于可能的幕后黑手 我们看到俄罗斯把矛头呢 是直接指向了美国 刚才短片当中呢 也提到了 拜登呢 在今年的2月7号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明确表示 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 采取了军事行动 那么美国将会终止北溪二 另外呢 包括几周之前 美国中央情报局呢 也是向德国发出了警告 说北溪天气管道 有被攻击的可能性 包括呢 俄罗斯方面呢 这是外交部 也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说 泄露点是位于美国情报机构 所控制的区域 种种这些因素呢 我们可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事故的幕后黑手 就是美国 您却举了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因素 那我们要从两个层面 来看俄罗斯提出的 一系列的要素 强调的一系列的要素 首先呢 大家会看到的是 涉及到此前 美方的一些公开的言论 很明显俄罗斯要美国进行解释 而并不是直接的说 美国就是蓄意破坏的一方 或者是说呢 进行这种爆炸行为的一方 这就好比呢 俄罗斯并没有直接给美国定罪 而是呢 现在谈美国的 所谓的犯案的动机的问题 它的犯案的能力问题 而这个时候呢 希望这个陪审团 包括欧洲国家在内 自己来判断 是不是美方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美国会不会是幕后黑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强调动机的时候 很明显 美国此前针对俄欧之间的天然气合作 是极为不善意的 是多次发出威胁的 是一定希望借着俄乌冲突 使俄欧之间断供断气的 这一点非常明确 所以呢 在希望美国解释的时候 是把这个球踢到美国脚下 那另外呢 涉及到相关的能力的问题 您刚才有提到的一个要素 包括这一次出现漏气 这种泄漏事件的地点 从俄罗斯的信息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的是 首先相关的地点 在这种战略方面 在军事方面 它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的 比如说涉及到丹麦的 波恩厚这个岛 那此前呢 在这个冷战期间 北约在这个岛上射过雷达战 那么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北约的军演 也在相关的区域进行 所以这个时候 俄罗斯提到这个要素的时候 所强调的一个指向性 是既然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和北约高度对峙 北约对于俄罗斯 采取一种高度警备的这种态度 那么如果在相应的地点 俄军有一些活动 包括进行对这个管线的 所谓的这种破坏的活动的话 那是很难不被发现的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试图证明 当前在出现了泄露事件之后 包括乌克兰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非常担心的是 下一阶段对自己进行 这样的一种定罪的推定 那包括现在我们关注到 欧盟正处在新一轮制裁的 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所以这个时候 俄罗斯在要美国解释 把矛头指向美国的时候 也是希望能够证明 俄罗斯与这一次的事件是无关的 所以这个俄罗斯呢 指向矛头指向了美国 但是我们看到呢 乌克兰还有一些西方的政客 则将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说这次袭净的是俄罗斯策划并实施的 但是管道是俄罗斯出了 至少是一半的价格 然后呢建造的 您觉得俄罗斯有攻击这个管道的可能性吗 它的动机是什么呀 我们完全因为现在很多的证据 我们实际上并不整 外界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基于各种理由的进行推测 所以同样 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要 从更加全面和立体的角度去看的话 当然我们假设俄罗斯需要的话 它可能会 为什么会需要 我们只是要丰富这个观察这个问题的一个视角 那么从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个 大家可能认为就是 管道作为俄罗斯对外输出天然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 它怎么会主动去攻击一个管道 但事实上要意识到 能源同样是俄罗斯对外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过去在经济的领域内的纠纷的时候 俄罗斯就使用过停气 减气 减供的这种手段来对欧盟进行敲打 那么现在在政治斗争 军事安全斗争 愈发激烈的这样一种背景下 断气或者停止供应天然气 未尝不是一种断然的一种斗争的一种方法 或者说一个角度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角度 事实上9月2号开始 俄罗斯主动停掉了北溪一号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 那也可以反映出来 就是俄罗斯决定要把能源作为一个武器 来对欧盟进行敲打的一个考虑 那第二个为什么要敲打 对于俄罗斯来讲 不管是北溪一的前一阶段的这个停供 还是这一次的出现了这个新的问题 我们直接看到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是欧洲的能源市场的恐慌 价格迅速的这种波动 尽管在这个俄乌战事开始以后 西方国家想尽了各种办法 由欧洲来想办法怎么样解决今年过冬的问题 按照他们官方的说法 似乎目前的储备差不多了 但是市场仍然是处在一个紧张和恐慌不确定之中 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乃至于天气的等等原因 欧洲今年冬天能不能够过得好 其实是很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天然气就原来传统的天然气供应这条线 再出现新的变动的话 那欧洲的能源的恐慌 欧洲市场的恐慌和欧洲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毫无疑问会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来说 我们刚才讲到了 像这个管道目前我们了解的破坏的这个程度 四个点的这个泄露点 如果是这个管道被彻底的破坏掉 会炸断 那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漏气的一种现象 那从很大程度上来讲 包括有的这种分析说是小的那种爆瓦声 那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破坏它是要造成破坏 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够修复的破坏 那么也就说这个管道它的保留 仍然是原则上来讲 仍然是有价值或者说有意义的 我们只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问题的了解 和认知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加丰富 所以说现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 这个分析和判断 其实还是基于目前我们掌握的一些 有限的信息 在真相辅出水平之前 我们可能能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相对来讲 能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 仅仅是判断 但是有一点是很确定的 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波兰的前外长 当然也是他的前防长 他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图 就是这次事故现场的图片 并且还配上了谢谢美国 您怎么看他的这样的一个 表态 波兰在这次事故当中 难道是受益者吗 确实您提到这个细节很难人寻味 刚才您也说到真相还未浮出水面 也许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 但是这个时候波兰已经抢先发生 那他前重要的这种发生 是有明显的指向性的 首先表面上来看 他是指向美国 似乎是在套路美国 但是我觉得从他的这样的一种表态当中 其实读出的是当前波兰在这种安全战略方面 是希望美国在反俄的动作上 动作可以更大 可以更多地放开手脚 那么说到波兰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俄冲突的背景之下 当然在不断地加强 但是双方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 那么此前在涉及到提供米格29战机的问题上 很明显双方的这种推让 反映出的是在针对俄罗斯的问题上 波兰和美国现在的关切是有差别的 所以如果借这一次的管道泄露的事件 能够进一步地让美国在反俄的动向上 进一步地加强 考虑到欧洲国家的需要 那当然对于波兰来说 是符合当前利益的一种选择 对于这次的事故我们看到 俄方以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性质 来进行立案调查 同时欧盟多国也将对事故的原因进行彻查 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8号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发表声明称 蓄意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行为 给俄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俄联邦安全局侦察部门 正在对这起涉嫌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 刑事案件展开初步调查 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警告称 如果北溪管道的事故调查 证实美国参与了爆炸 那局势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到事后从美国向欧洲供应液化天然气 或成为美国人永远的恶务 同样在28号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代表欧盟27国发表的声明中称 任何对欧盟能源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 都是完全不可接受 欧盟将给予强有力的回应 欧盟将支持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 加强对欧盟能源基础设施的保护 并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提高欧盟能源安全的韧性 同一天丹麦警方表示 已就事故展开调查 并证明瑞典德国警方合作 瑞典检方则称 其国家安全部门已接手初步调查 俄罗斯和欧盟都表示要彻查此事 那存不存在这种可能 俄罗斯和欧盟联手来联合调查此事 首先从目前欧盟和俄罗斯 这个关系的一个大环境来看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非常小 最多的情况下 因为现在涉及到这个管线 既涉及到欧盟也涉及到俄罗斯 最多的一种情况下 双方相互的要求 对方提供相应的这个证据 所谓的这种调查 很可能还是独立的来进行 双方各自干各自 所以真正的这种全面的这种合作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不会出现 刚才那小辉提到了一句话 我注意到的说 有可能真相永远无法浮出水面 如果说这个调查 无论是欧盟方面 还是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调查 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但是方向直指某一超级大国 或某一强大的一个军事强国 那么会不会 人就是不承认 会不会导致这个事 变成了一个罗生门 永远的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罗生门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但是使某个超级大国 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 无法为自己变白的这种情况 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首先我们说到调查的问题 现在的调查 首先什么时候开启 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来进行放弃 最终在相关的环境 能够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之后 才能够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查 但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除了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因素 比如说管线它的被破坏的程度 可能是什么样的方式造成破坏等 这样的一些分析之外 那么应该说在近一时期 在这个波罗的海的相关的海域 出现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船只飞机等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关注到的可能会 与事件相关的一些因素 也是调查过程当中不能回避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从另一面来看 这些因素往往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 现在在波罗的海方向 北约还在对俄罗斯施压的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一些信息根本无法得知 或者是无法公布 拿不到桌面上来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现实的问题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对于事件的这样的一种追溯的时候 从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说 他们某种程度应该说也会在这种调查的过程当中 试图展示一些有利于自己方面的信息 包括现在对于北约国家来说 如果通过所谓的调查的指向性 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施压 包括在能源合作的方面 进一步与俄罗斯进行断供 都是有可能在罗生门出现的情况之下 进一步推动的动向 其实这个事故调查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管道到底还能不能修复 如果能修复的话 需要花多长时间 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文媒29号报道 俄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天然气协会主席扎瓦利内表示 北溪天然气管道维修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 但在技术上存在困难 工程期可能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此前一天 据德新社报道 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公司发言人表示 目前没有人能确定那里的情况 但管道的结构完整性肯定受到了严重破坏 报道指出 对该公司来说 勘探或维修管道可能会很困难 因为这一公司自今年年初以来 一直受到美国的制裁 德媒还报道称 德国安全部门认为 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后 不适合再度投入使用 如果不尽快修复受损管住 大量的海水会涌入天然气管道 造成管道腐蚀 丹麦能源机构则表示 北溪管道中超过一半的天然气已经流失 目前监测到管道内气压下降 预计10月2号左右 管道中的天然气将流进 丹麦方面称 由于天然气泄露的压力 可能需要一到两周 才能开始对受损管道进行检查 短片当中也说到了 俄方表示说 这个管道是可以修复的 但是是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而且非常的困难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张老师 那么谁来修复 谁来花这个钱修复 俄罗斯和欧洲方面 还有没有修复他的这样意愿 首先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讲 修复他的意愿肯定应该说都是有的 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讲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毕竟这个管道还是他重要的 一个对外出口的一个纽带 对于欧洲来讲 现在尽管在不断地想要跟俄罗斯 进行这个所谓的能源脱钩 但是完全彻底脱钩 短期内实现不了 所以这个修复的动机有 修复的主体责任 应该是这个管道的主要的运营公司 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公司 来进行这个修复 那相关的费用 自然也应该是由他来进行承担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 就是刚才小片里面所说的 现在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包括他进行水下进行作业的相关的设备 包括这个公司本身 都受到了西方的制裁 那么他没有足够的资金 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 他怎么去进修复 甚至是不是能够顺利地接触到 这个管道本身 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管道多少时候 经过多大量的这个工作以后 才可能真正的开始 所谓的这个修复工作 这点是不确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说 我能够修 但是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他应该说是考虑到了 这方面的这些因素 刚才您说了 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么欧洲会不会为了修这个管道 而放缓或者说放松 对俄罗斯一些制裁 某些情况下是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今年北溪二号的 这个河北溪一号的 这个能轮机的 增加这个轮机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受到了制裁 但是俄罗斯需要向欧洲进行 提供天然气供应的时候 他的这个维修仍然是 能够进行这个豁免的 那这样一个过程 应该说过去是有关力 未来也怀出这种可能性 他们的合作的意愿还是存在的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就是要修复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换句话讲 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冬天 那么欧洲 别想通过这个管道 再从俄罗斯拿到天然气了 那么目前欧洲的这个能源储备 能扛过这个冬天吗 其实大家关注扛过冬天 我觉得扛过如何来界定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也许可以以一种不太温暖 不太舒适的方式 度过这个冬天 包括直接涉及到的德国 近期德国强调 天然气的储备 已经达到90%以上 似乎过冬并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欧盟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对于在俄乌冲突之下 未来欧洲的发展来说 度过一个冬天 只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而现在呢 长期的下一步的应对 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除了一个寒冷的冬季之外 那是不是会出现 经济上的寒冬 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挑战 如果通胀加剧 能源供应不足 在需要保障民生的时候 牺牲经济 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那同时涉及到安全层面 那我们会看到 这一次天然气管道的 泄露的事件 可能会造成的安全上的 一系列的溢出影响 比如说涉及到波罗的海的沿岸 那么即将加入北约的 芬兰瑞典 是不是会在军事上 更多的服从于北约的目标 服从于美国的需要 而对俄罗斯产生刺激 那么另外呢 波兰希望进一步的 与美方进行合作 希望美国在波兰增加军事投入 设立永久性的基地 所有的这些动向 都可能是现在已经陷入 僵局恶性循环的 这一系列的困境 进一步的深陷困境 或者是出现更多的不可测性 在理性进一步降低的时候 可能会有更多的 对于地区安全冲击的事件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就北溪天然气管道 预期的相关